HELLO 大家好,我是MINGDE 今天這款遊戲要不是頂著知名IP 我是真的連介紹都懶了 刀劍神域 火線征戰 刀劍神域這作品也算堪稱經典中的經典了 改編的遊戲延伸周邊也非常的多 系列遊戲絕大部分都是萬代自製發行的 而較由其他廠商開發且盡情發行的有 2016年的刀劍神域 黑衣劍士 是由與騰訊關係密切的雲唱遊戲開發 2019年的刀劍神域 Unleashing Bleeding 由聖劍瑪娜傳奇跟HBR的日常WFS所開發 2021年的刀劍神域 黑衣劍士王牌 由專業量產傳奇的凱因網路開發 而直到2022年10月31日 人們還是無法實現完全潛行的虛擬實境遊戲 真的不知道有生之年有沒有機會看到 反正主刻薄的地平線世界是指望不上了 看看最近是出了那個展示畫面 實在是前衛的太令我難以理解了 那回到本次的主題 遊戲我已經算是階段性的破台了 能參與的關卡活動劇情都完成了 除了抽卡課金以外已經沒有能玩的部分了 其他你點到哪裡都會跟你說 請等待今後更新 我沒有刷首抽也絕對不是那種很乾的玩家 就真的是他遊戲內容極度的匱乏 遊戲21號上架 你每天只要播出一點點的時間就可以達成 我就算是玩那款放置收菜的Niggy 都能體驗到更多的東西 真的不知道是做到一半開發團隊跑了 還是決定放棄治療 配合動畫10周年紀念的噱頭 早點拿出來能撈多少是多少 也確實以目前端出的品質 真的是越晚推出收益越低能跟的韭菜越少 遊戲也不知道是不是優化的問題 還是單純經典的日式卡loading 或者你也可以全當作是我個人的手機問題好了 總之在各方面的場景切換都非常的不順 然後這款依照當時宣傳的PV跟看到的試玩 應該是款主打動作玩法的ARPG吧 但實際體驗下除了失望以外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甚至連很多年前上架的作品都比不上 要打擊感有Kirito 要操作感有Kirito 要顏值有Asuna 傷害都是特效打的 打起來完全沒有Karlow感 並沒有主流動作遊戲應該有的手感 然後這閃避功能也沒啥屌用 前後搖都偏長也沒辦法隨意施放 該挨打你還是得挨打 更像是單純的移動充製劍 但要不要看你場地才多大 有需要玩家這樣跑嗎 而且普攻也自在鎖定追人 導致操作上是真的完全用不到這功能 而真正的閃避功能就被想主推的 Switch換人系統取代 就是想模擬作品中提到的設定 在遊戲中可以用來閃避打斷僵直無縫輸出 所以戰鬥中87%的操作 都是放完技能以後 換人放技能 再換人放技能 換人如果卡CD 就等CD 除了BOSS戰有QTE以外 整體表現非常的單調 外加剛提到過 普攻會自在鎖定追蹤的效果 而怪物本身也沒有多大的智商 攻擊頻率也不高 基本上都是歡樂的木裝怪 只要你角色沒有被場地奇怪的地形障礙卡住 不然你全程只要無腦按著左下角五個鍵就好了 而遊戲也很貼心的設計的奧義技能 讓玩家可以爽快的無限連段的類無雙機制 看起來是很帥 用起來也很爽 但啟動成本很高 費時劇氣慢 在一般的關卡根本沒機會用到 目前來說 完全就是針對高血量的BOSS關才能施放的限定技能 然後玩家被購物打飛 我還要自帶重力效果 被擊飛這麼遠到底是衝殺小 這戰鬥設計到底是怎麼想出來的 而戰鬥畫面的運鏡也很奇妙 視角做的並不是太好 也不能調整 然後最後一集這個終結畫面 我知道他是想表現那種很帥的ending pose 但載入延遲 配上這滾絲畫面 結合起來就是非常的low 我寧可他直接轉跳到角色的中二獨白就好 這邊我也放上其他兩款遊戲的對比 我也不想單純比較誰好或誰壞 但廠商是真的沒有表現出值得稱讚的部分 包含這不怎麼精細的人物3D建模 而遊戲戰鬥全程也被鎖在30fps 除了防發燙減少耗電以外 我是想不到其他任何的理由了 但作為一個動作遊戲 盡可能提高流暢度不是應該是最基本的嗎 而在難度設計方面也很詭異 可以看到材料關卡上雖然寫的推薦等級60 但我在角色初始不到10等的時候就打通困難本了 這平衡設計難道沒問題嗎 另外整個遊戲的場景跟怪物重複性非常的高 場景單薄就算了 至少怪物你可以做得豐富一點 結果來來回回只有 大壯小美大三小帥 外加目前最終BOSS關卡的原創角色來拉 我是不想這麼說 但真的隨便一款換品MO 還能搞出更多的花樣 那玩法不行就算了 劇情方面目前也不長 現階段完全沒有什麼內容 也是各種請等待今後更新 配音大部分只有角色的語氣助詞 不擇角色力會彈跳跟刀劍撞擊聲 而目前全劇情中最長的配音 就是反派這段哈哈哈哈的笑聲 看來他們真的是努力過了 萬代啊萬代 真虧你錢賺了很多 今年的營收也不少 但怎麼落到該保障的品質上 卻不爭反降 這就是給玩家10周年的驚喜嗎 結論 不求盡如人意 但求無愧於心 作為一款主打ARPG 沒其他深度內容可以玩 連最基本的動作玩法也很一般 讓我更覺得它是一款 同仁愛好者用愛發電的成果發表 如果你平常玩動作遊戲覺得酷手 那這款遊戲肯定能讓你自信倍增 入門難度可說是非常的低 馬上變成鑽石級高手 而以目前端出來的品質 我是真的很難期待 也不敢期待 未來能給玩家帶來什麼驚奇了 結果你知道這款遊戲最好玩的部分是什麼嗎 抽卡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包圓 不可怕 那個影片 沒事的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